它也是被冲煤是飞船的控制区或者是航天员的工作区 那么航天员在起飞段降落段 以及在它进行手控的交货对接的职位的工作呢 都需要在这里完成的 我们还将这个座椅的这个上面还配置了这个复形的紧身垫 那么这个紧身垫也是根据这个每个人航天员 这个私人定制的这样一个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垫子 来确保它的这个舒适性 同时我们也通过这个设计呢 也是控制了咱们严格控制我们飞行过程中 包括返回过程中的过载啊冲击等等力学环境 来确保航天员的载轨的这个安全性和舒适性 通过这个环控升保的系统来确保这个舱内的温度 湿度是这个保持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同时我们还有这个配置了气体进化系统 那么对航天员这个呼吸产生了这些氧化碳 还有各种这个其他的有害气体 来进行一个及时的进化 同时呢我们还严格的控制了舱内的噪声环境 让这个航天员在载轨飞行期间 能够这个不会太吵 原来的两天对接 现在变成了这个6.5小时的自主快速消费对接 航天员在返回舱乘坐的时间 应该说大大的缩短 这首先就提高了他们的体验感和舒适性 感谢观看 不过 非常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